最近發展在DPRK 是一個記憶的 重要的關於隔離的交易 和合法的交易 星期二美國北韓事務特市金星榮 日本亞洲大洋局局長 船越監獄 以及韓國的北韓事務特別代表 魯規德進行會談 根據韓聯社的報道 金星榮表示美國沒有敵視北韓 希望北韓積極回應 美國提出的無條件對話 日本和北韓更加強烈 美國人是感到 北韓和北韓的 有關聯繫的聯繫 而是希望繼續在今 金星榮還說 華盛頓對解決北韓問題 持開放的態度 入方代表船越建宇表示 美日韓合作對地區穩定也很重要 韓國代表魯規德強調 應該繼續推動北韓半島和平進程 白宮星期一表示 美國在北韓問題上立場不變 仍準備通過外交實現北韓無核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